嗨 我有點嫌我爸爸 所以我哭到眼前有點腫腫 我今天想要講一個短拍子的就好 小時候啊 我的爸爸就說 想不想知道自己的紳士之謎 我說什麼紳士之謎 然後我爸就說 你知道我們家是從四川來的吧 我說知道 他說 那你知道 爺爺跟著國民政府來台灣的時候 他是待在哪一個部隊的嗎 我說不知道 我爸就說 他是待在火石房的 我說 那又怎麼樣 我爸就接著說 不是巧合 這是經過特殊的安排的 他是被大家有意排在那裡的 我說 怎麼可能 Why 然後我爸就說 因為爺爺的爺爺叫做 流昂星 超幼稚 幼稚的不行 完全傻爆炎 他說 這麼爛你也講得出來 我爸說 好開玩笑的啦 其實 我真的要講 你有發現我們家的人手臂都特別長嗎 然後我就說 嗯 稍微吧 我爸就說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在當股長或幹部的時候 四周的人都會特別賣命 特別的想要幫你出力 我說 嗯 我爸就說 那是因為我們是天生的貴族 四川蜀漢 劉備的後擔 爸爸晚安 有 不要太挑剔好不好 今天 這個不能算是一些真的上層的佳作 只是你知道 今天就是一直想到爸爸 然後就是第一個想到的關於他的故事 好啦 希望你還是喜歡這個故事 晚安